好 接著呢 叫做逃選作用 逃選作用就是分門別類的意思 你們搬上資源回收做得好 紙上一堆 鐵罐一堆 鋁罐一堆 寶特瓶一堆 分得清清楚楚 叫做逃選作用好 掃地的時候 糞頭裡面又有樹葉 又有灰塵 又有塑膠袋 掃一坨叫逃選作用差 大小顆分得清楚 逃選作用好 這邊都是大顆 那邊都是中顆 那邊都是小顆 大小顆分開 逃選作用好 全部混在一塊 逃選作用差 所以呢 顆粒均勻叫逃選作用好 顆粒不均勻叫逃選作用差 背 逃選作用最好的是封 最差的是冰川 我後面會解釋為什麼 我後面會解釋為什麼 你目前背太太好了 好 逃選作用最好的是封 最差的是冰川 把它背下來 叫做逃選作用 逃選作用 看誰比較好 選誰比較差 不行 好 了解它 逃選最後的意思 OK 這是一個重點 叫做 海平面是青石基準面 所有的沉積物的最後歸宿是大海 沉積物最後都要搬到大海裡面去 所以大海是所有沉積物的最後歸宿 而海平面是青石基準面 啥叫做青石基準面 意思是說 基準面以上發生青石 基準面以下發生沉積 你比海裡面高 就是被挖掉 被挖掉 被挖掉 往海裡填 然後海底下就發生一些 就發生沉積的作用 所以基準面的意思就是 基準面以上發生青石 基準面以下發生沉積 這件事我以後要拿來用 請你記好 這件事我以後拿出來用 你做記好 基準面以上發生青石 基準面以下發生沉積 有少數的情況 在海裡面有發生青石的事情 一樣 這種偉大的學問 普通生遇上做不知道 沒這回事 我們就是海裡面以上叫做青石 以下叫做沉積 海裡面是青石基準面 但是水庫的水面 湖水的湖面也是青石基準面 但是因為水庫容易被填滿 湖水容易被填滿 所以它叫做暫時基準面 海水填不滿 所以叫做永久基準面 但不管你是暫時基準面 還是永久基準面 意思都是 基準面以上發生青石 基準面以下發生沉積 這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就知道 有暫時基準面 叫做永久基準面 水庫水面 湖水的湖面 叫做暫時基準面 海裡面叫做永久基準面 OK 了解基準面的意思 以上發生青石 以下發生沉積 這個是考過的 可是呢 看看就好了 因為你平常試就了解了 人家考試的時候畫了幾張圖 問你誰會先沉積 或者誰會後沉積 那很正常啊 誰會先沉積啊 大顆的嘛 比較重的嘛 對不對 大顆一點的 重一點的就會先沉積嘛 大顆一點的 重一點的就會先沉積嘛 還有呢 形狀上呢 那個比較流線型的 阻力比較小的就會先沉積嘛 那比較扁平的 阻力比較大就會後沉積嘛 這個你們都平常試就會小得的事情 所以你看圖一看就會小得 誰會先沉積 誰會後沉積 所以也不需要特別的背 或怎麼樣 這個這樣平常試就會了 平感覺就知道 誰就知道 那下一個呢 是有人考試有考的 我剛才提過了 這個海啊 這個我們海流在搬的時候 比在小顆的 比較細粒的 會搬的比較遠 搬到海中間 比較大顆的 要搬不住 就留在海邊 所以考試問你說 這樣海洋的成績哪邊比較大顆 哪邊比較小顆 答案叫做 海邊可能會比較大顆一點 在海中間的 會比較小顆一點 在海中間的 會比較小顆一點 這個很正 這個是有人考試會問的 OK 來 平車戰界問 我把大顆的 比較大顆留在海邊 比較小顆的 弄到海中間 我的大小顆就分開來了 請問你 這個大小顆就分開來了 就是我剛才教過的什麼事情 我剛才教過的什麼事情 我剛才教過的什麼事情 大顆的放一邊 小顆的放一邊 Mark 5 mình PD52 5號 5號 Please stand up 來 這裡比較大顆 那裡比較小顆 大小顆分開 就是我剛剛教過的什麼事 我剛剛才教過的 不會喔 好吧 好吧請坐 請坐 挑選作用 大小顆分開 挑選作用 大小顆分開 挑選作用 好 那就是了解一下 挑選作用的意思 我剛剛講過這一頁所顯示的 誰先成績 誰後成績 其實你只要憑嘗試 你就會曉得了 考試有考過 但是你應該看圖就知道 誰會先成績 誰會後成績 不需要太那個 OK 就是我們的這個部分 可以嗎 很好